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还是个未知数 但UFO是肯定存在的 而且在二战时期的德国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 二战后期希特勒为了扭转战局 命令德国纳粹研发新式武器 盟军第一次觉察是在二战末期的空战里 飞行员发现了德军在高空盘旋的圆形草帽的飞行器 这个发现震惊了盟军 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个像盘子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进入总攻阶段后 盟军在诺曼底成功分路后 迅速组建了一支由科学家和翻译家为主的队伍 深入德国来搜寻德军秘密武器的相关情报 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原来德国在1940年末就启动了名为乌兰努斯行动的秘密计划 成立了爆破手研究室13的神秘机构 主要任务就是来研制制造秘密飞行器 而且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当初盟军看到的那个所谓碟子一样 砲枪不入的东西就是出自这里 德军为其命名为蝶龙彩圆盘 利用奥地利发明家维克托·舒伯格研制的无烟无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能够实现在1500米高空 凭飞速度达到2200公里每小时的奇迹速度 运转时只需要水和空气 还可以在高空长期盘旋 甚至还可以搭载核武器 这种前所未有的武器是在集中营里几位出色的爆炸专家和工程师的合作下完成的 但可惜的是 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在发明出这个新式武器之后就被杀害了 无人在闻别龙彩圆盘的研发方式 纳粹战败后 德军陆军元帅罗梅尔下令把别龙彩圆盘炸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